所谓白菜化,主要是指将一些原本造价高昂的东西变得普遍和便宜,最初,人们大多将其用在生活用品上,但随着网络化传播,这一名词也被广泛运用到军事领域,形容打破技术垄断,减少技术稀缺性。 比如说,手搓火箭弹,廉价无人机都属于高科技含量,高造价武器装备白菜化。经济学家皮尔金顿表示,武器装备白菜化正呈现出一种趋势,即出于军事目的而研制出来的技术,开始用于消费及产品,价格大幅下降。 这样一来,自然就能使用实现商品化的技术,去研制更多高效低廉的武器装备。 这无疑表明,低成本战争时代已经来临。 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从现在的三个战火频发点窥见一二。 首先就是野门胡塞武装。 为了支援巴勒斯坦,胡塞武装凭借着曼德海峡的地理优势和手里的无人机, 对来往红海的以色列船只,包括为以色列运送武器和货物的船只发动了袭击。 只针对以色列,气得以色列,牙痒痒,无奈之下,找到了美国。 但是,面对以色列的求助,美国也是爱莫能助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美国军舰上的拦截导弹,对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作用不大。 当然了,这些导弹确实可以精准拦截无人机, 但拦截成本实在划不来。 要知道,美军一枚SM-2拦截导弹,成本至少在240万美元左右。 而胡塞武装的攻击无人机造价才仅仅几千美元。 用几百万美元的武器去消耗几千美元的武器,这款谁都受不了。 所以时至今日,美国都拿胡塞武装没办法, 只能任由他们在岸边为所欲为。 除了胡塞武装以外,像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也是个打造白菜化武器的行家。 比如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手搓火箭弹,就是哈马斯的得意之作。 根据哈马斯自己公布的视频来看, 他们将许多钢管分解成一小段一小段的零部件。 随后,哈马斯把化肥、白糖和硝酸钾等物质融合起来,做成火箭弹的推进剂。 紧接着,他们在把融化好的推进剂倒入钢管当中, 等推进剂冷凝以后,火箭弹基本上就出具雏形了。 在这个基础上,哈马斯又给火箭弹配了一个TNT填充的弹头。 如此一来,手搓火箭弹便闪亮登场了。 为了展现手搓火箭弹的艺术感,哈马斯甚至还给这类火箭弹进行外观喷漆工艺, 可谓是讲究到了极致。 按照哈马斯的说法,这种手搓火箭弹的射程, 在5公里到20公里之间,最高射程可以达到80公里左右。 相当于从一个城市可以达到另一个城市,用来工程最合适不过了。 哈马斯手搓火箭弹,成本低到超乎你想象。 最关键的是,该火箭弹居然可以不用专业的发射器, 仅仅用一根火把就能将其点燃。 当然了,也正因如此,所以手搓火箭弹缺乏定位系统。 一旦发射出去,能不能命中目标就全凭运气了。 但这也是最为恐怖的一点,毕竟自己都不知道打击目标在哪里, 别人就更不知道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手搓火箭弹可谓是穷鬼中的大杀器。 当初以色列为了防御手搓火箭弹的宝盒式攻击, 只能将铁穷系统中的防御弹药全部消耗一空。 即便是这样,依旧没能拦下全部的手搓火箭弹。 当然了,即便拦下了也没事,哈马斯这边并不亏。 因为一枚手搓火箭弹的成本仅仅只需要500美元。 而一发铁穷防御导弹,成本至少高达十几万美元, 比一台特斯拉汽车还要贵。 在这种情况下,以色列拦截的越多,亏损的就越厉害, 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,哈马斯都赚到了。 当然了,关于白菜化武器中的佼佼者, 自然是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了。 要知道,俄军在使用廉价无人机之前, 一般都是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开打击目标。 然而,伊斯坎德尔导弹好用是好用, 但就是太贵了,一发导弹至少上百万起步。 这对于本就不富裕的俄罗斯而言,实在是雪上加霜。 也正因如此,所以俄军后来干脆收回了伊斯坎德尔导弹, 转而派空军对乌克兰施展低空轰炸, 扔一些毫无制导能力的铁炸弹。 只不过,这种攻击方式虽然成本低, 但风险却很高。 稍有不慎,俄军飞机就被打下来了。 比如,在2022年3月份的时候, 俄军一架苏34战斗机就被乌军给击落, 连飞行员都被俘虏了。 那面对这种情况,俄军是如何处理的呢? 很简单,直接采用伊朗生产的沙西德136自杀式无人机。 相比于其他武器装备而言, 这款无人机最为显著的一项优点就是成本低廉。 据说该无人机的零部件基本上都是商用产品, 拼多多少一大堆。 随便手搓就能搓出来一架, 综合成本不到2万美元。 跟动辄上百万的导弹相比, 可以说是毛毛雨了。 尽管该无人机的成本很低, 但它的战斗力却很强。 其携带的50公斤战斗部可以轻轻松松炸掉对面三层楼。 如果多来几次的话, 干掉一整栋楼似乎也不在话下。 从当时的新闻来看, 沙西德136自杀式无人机一出手, 无军立马就闻风而逃, 根本不敢拿自己的小命赌明天。 即便到了现在, 这款无人机依旧是俄军手里的大杀器, 主力部队每次出征前都会放一波无人机来清理兵线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如今的俄罗斯再接再厉, 又研发出了最新款的自杀式无人机, 取名为柳叶刀巡飞弹。 这款类似于自杀式无人机的导弹, 能以3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进行俯冲。 由于其携带三公斤的高爆炸药, 以及一颗巨能穿甲弹头, 所以它能在请客之间将许多坦克和装甲车给报废掉。 即便是战斗机, 在它面前都毫无还手之力。 当然了, 柳叶刀巡飞弹最大的优势自然就是其成本了。 根据俄军提供的数据, 柳叶刀巡飞弹的造价仅仅只需三万美元, 远低于它的那些打击目标。 比如乌军使用的豹二主战坦克, 造价就高达一千多万美元。 还有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导弹, 单发成本也达到了二百万美元。 即便是号称性价比最高的毒刺导弹, 其造价也需要十万美元左右。 由此可见, 一旦柳叶刀巡飞弹上阵, 以乌军的火力装备来看, 基本上扛不过几天的消耗, 立马就歇火了。 俄罗斯方面宣布, 将用无人机封群战术打击乌克兰军队。 俄军已经拥有了足够数量的柳叶刀无人机, 后面也会对其进行量产。 一旦俄罗斯采用了这个战术, 按现在的防空部队武器装备拦截无人机, 几乎所有军队都得破产。 而且, 许多高性能的防空探测系统, 针对是来袭的战轰机、 巡航导弹等空中目标。 但是由于无人机都采用超低空突防手段, 飞行速度相对较慢, 雷达反射面积有的与空中飞鸟相似, 这就给目标的探测与锁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, 要击落无人机也是个头痛问题。 总结来说, 这一时代的战争不再是单纯的高科技比拼, 而是更加注重实际效用和成本控制。 毕竟, 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 同时, 这引发了一个思考, 是不是过去依赖军费支出和GDP比重来衡量军事实力的做法已经过时? 皮尔金顿敦促我们停止使用这种传统的标准, 因为这可能会使得大国高估自身的武器装备存量和生产能力。 在2021年, 美国和俄罗斯的军费开支虽然相近, 但武器装备的差异导致了实际军事实力的不同。 他强调, 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花费, 以及传统军工模式是否适应现代战场。 这种战争商品化趋势引起了人们对军事战略的深刻反思。 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, 对于白菜化武器的不对称攻击能力,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 虽然这些武器在特定战场上取得了一定战绩, 但在不同环境下, 它们的威胁也是有限的。 而一些西方国家昂贵而高科技的武器, 在实际战场上表现性价比不高。 这反映了科技水平发展速度放缓, 以及发达国家与相对落后国家之间军事科技差距的缩小。 但是, 这并不意味着高科技武器的时代终结。 军事专家张学峰认为, 抢占科技制高点仍然是各国武器研发的主要方向, 而战争商品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器研发思路。 他指出, 现代战争的发展需要同时关注高技术与低成本之间的均衡, 而这并不是相互排斥的。 美国也在另辟西径推出既有高价值的隐身巡航导弹, 又研制低成本的减配式巡航导弹, 以适应不同需求。 总体而言, 白菜化现象确实为国际军事带来了新风貌。 武器不再局限于高成本和高技术, 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和成本效益。 这引发了对传统军事战略的质疑, 让人重新审视军费开支的合理性。 未来, 各国或将在高科技与低成本之间找到一种平衡, 以确保其在现代战争中保持竞争力。 这场白菜化浪潮, 或许正式推动国际军事发展迈向全新境界的催化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